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成 今天從命理來看新聞時事 我們要來聊的是感情 我們這人這一輩子 到底要談多好段的感情 有的時候會不小心搶到別人的 有的時候輸給人家 我是覺得如果還沒結婚 這都可以考慮一下 來 只見新人笑不見就人哭 歡迎我們命理老師 好可憐 笑笑的 黃尤甫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許日光老師 好 來 來 來 歡迎我們幾位來賓 來 首先歡迎我們的陳玲玲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李文娃 大家好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許勝美 大家好 來了 容不下第三者 誰笑了 誰哭了 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媒體給人家寫這樣 這很慘 楊丞琳的情敵 頓入佛門 多幾歲而已 這女生來過我們節目 是是是 身高高高好像一百 一百八十公分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哈爾濱 完全名模 好像原來是李榮浩的女朋友對不對 對 後來最近傳出李榮浩跟楊丞琳 楊丞琳 那所以說她傷心到要頓入空門 我覺得是沒有要頓入 大概是去念經而已 但是 心情平靜吧 對 但是你看媒體 來 觀眾朋友 我們不用黃悠福老師看面相 我們自己看 你看這個心情 好可憐喔 這就是點心 然後你再轉下楊丞琳 對 然後你再看楊丞琳 異性崩發 你看 哇 這真是面笑 其實我們今天是要講一個氛圍啦 就是在娛樂圈也好 或者是在一般上班族也好 現在男人也流行 就是他可能每個階段 他需要的女朋友不一樣 但是你怎麼去處理這個感情 就很重要了 我們現在來講就是 李榮浩有獲得了金曲獎 最佳新人 然後其實他發片 在音樂圈有很長一段時間 那我們知道有時候 才華跟運氣是不同的 是 他很有才華 可是運氣一直沒有來 李榮浩從大陸到台灣 來發片的時候 認識了同樣來自哈爾濱 就是也是來自大陸哈爾濱的 陸瑤 在台灣認識嗎 他們是在台灣認識啊 因為他們在一起四年了 四年 那都在音樂圈 為什麼 因為陸瑤這個女孩子 她有一百八十公分 她現在瘦到四十公斤 她之前 她其實是十五 真的好瘦欸 很瘦欸 她十五歲的時候 就做model 但是她本身 對音樂很有興趣 所以她也就開始就是 要發片啊 做音樂這樣 她跟李榮浩 我要講一個氛圍是這樣 當兩個人都不紅 然後當兩個人都在這個圈子裡 尤其是在異地 在外地要奮鬥的時候 他們彼此要相知相喜 而且患難與共 因為都窮嘛 都沒有知名度嘛 所以當李榮浩要發片的時候 陸瑤呢 就幫忙幹嘛 幫她設計她的專輯封面 然後幫她去呼朋一半 然後她說 我們李榮浩要出片了 那她會跟她的姊妹濤說 拜託到她微博上按一個讚 支持她支持她 因為你要 就烘托她的人氣 這都是一些 就是兩個人相知相其 有的一些點點滴滴 好了 四年過去了 這男人運來了 金曲獎之前 她跟楊承林也是因為喜愛音樂 兩個人越走越近 而且據說李榮浩是嘴巴滿甜的啦 她也是追了兩個月 追了一段時間 那後來是因為有人拍到了楊承林 在北京的時候到李榮浩在北京的家 過了三個小時 之後李榮浩在台灣開這個演唱會 楊承林去 兩個人交往了 但你們到底是無縫接軌 還是三鐵共構 這就是這個周刊耀講的 因為呢 這個陸瑤的朋友就跳出來說 說陸瑤是被分手 而且被分手的很難看 也就是說這個男的應該有了新的目標之後 好說歹說跟他的女朋友說 我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感情對象 希望你怎樣怎樣 好這女生其實很傷心 這女生一開始呢是默默的搬出 她跟李榮浩住的地方 他們兩個住在一起四年 在台灣 那後來是因為李榮浩的媽媽 打電話給陸瑤說 你把放在李榮浩家的東西都搬走啦 所以她就 李榮浩的媽媽打電話給陸瑤 對 不是李榮浩打 對 就說你趕快搬走了啦 你趕快搬走 她就只好去把東西都搬走 然後把他們兩個一起養的貓也帶走 好傷心喔 你們都相信對不對 問題是李榮浩竟然在 陸瑤把貓帶走的那天 還PO在微博上說 她想念那隻貓 然後李榮浩的粉絲 以為她的貓走丟了 可是就是陸瑤帶走了 因為陸瑤覺得說 這是我跟你一起養的貓 你現在有了新的女朋友 那我就帶走 也是理所當然啦 所以她就把她帶走 那陸瑤哥你手上這個周刊上面是說 現在楊成林跟李榮浩是確定了嗎 對不對 熔靈烈 已經確定了 對 彼此而且高調曬恩愛啊 你看那張照片 她去她的演唱會上 之前不是還否認嗎 之前說沒有 因為那時候李榮浩過生日 然後她的演唱會上有沒有 她就PO了一個照片 表示說我來支持李榮浩 所以已經確定兩人是在談戀愛 那現在 那燉入空門 我覺得是誇張的啦 她是在 因為她也要發片 我必須講 因為李榮浩那邊會覺得很生氣是 是不是你因為要發片 所以有這一連串的新聞 但是呢 這個周刊上是寫說 她因為很難過嘛 暴受 所以她工作之餘呢 會到這個仁波切的那個道場 去修習佛法啦 不至於燉入空門 但是我覺得閨蜜說的那句話真棒 什麼 她有個閨蜜寫了一個很大篇的文章 痛罵李榮浩 她一直說 你知不知道 當你跟楊晨霖在一起的時候 你媽跟陸瑤在家等你 就這樣就夠了 你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因為陸瑤跟 可是當初她媽媽不是也幫她打個電話 沒有不是叫她把東西搬走嗎 她意思是說 李榮浩跟陸瑤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四年了 他們是有點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所以其實李媽媽還蠻喜歡陸瑤的 可是當李榮浩又跟楊成林的時候 請問做媽媽的會選擇楊成林還是陸瑤 就不必問了嘛 對不對 就不必問了 所以媽媽當然就要幫兒子解決最後的這個難題 但是當情勢還不明朗的時候 為什麼她的閨蜜會講這句話 就是說當還沒追到楊成林的時候 那媽媽就跟女友是在家裡等她回家 可是她是跟楊成林在約會 好不論怎麼說 李榮浩的意思就覺得說 她希望這件事情趕快過去 她不希望有人阻擋她跟楊成林之間 那各位就只有看到新人很開心了 人生就這樣子 那說不定人家在寫也很好啊 對不對 對啦 但我覺得你說對人家這個 失戀的這個 說不定這段過去以後也有更好 會更好 肯定會更好 但是這個遁入空門 念佛這個是 以前有好多女明星也是遁入空門 是啊 很多 來 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還有直接出家的 好啊 對不對 好 來 這人生都有很多的關卡 這個這個 尤其女人最重要的一關就是 情關 而且長得越漂亮的 這個這個這個關越難過 對 東吹熙 我是超心驚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超了好厚一點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人家說那個不能亂 亂丟什麼什麼 就是把它放到抽中 但如果有錯字的話 你就直接丟掉就好了 會很無效 我都把它塗掉再重寫耶 Oh my God 講到說這個情關 有直接封掉的 真的很多 但是這個是遁入空門的 遁入空門是另外一個更高的境界 那演藝圈很多女明星其實都遁入空門 像桑尼啊 對不對 還有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桑尼不是因為感情吧 很多人講是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的呢 不是桑尼 也不是 劉蘭希 我今天講的是貝真林 貝大媽 大家知道她是橫術法師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她在最紅的時候 為什麼要遁入空門 是什麼原因 所以我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看喔 這是這個貝真林 那時候東方維納斯耶 對 大家也知道她 沒有她 就沒有今天的張飛跟費玉清 那其實呢 你看大家再看一看過去 真的好像那個飛哥戴假髮喔 真的長得很像喔 對 你看我以前真的好漂亮 身材真好喔 那大家知道說 因為小時候家裡窮嘛 因為這個兩個弟弟還小 所以費玉清很早就出道 很早出道的時候 因為她本來就長得很漂亮 所以其實那時候追求的人很多 那就在她很紅的時候 她到日本去發展 到日本發展的時候 就 其實那時候她在日本發展 那時候就認識了一個台灣狼 是一個小開 做企業 企業做得不錯 那那時候 費真林為了這個男朋友 特地放棄 在日本已經發展四年的工作 飛回台灣來 要跟這個小開呢 長長久久 可是呢 這個小開講說 好啊 那你跟我再寫 但是呢 你要放棄你的演藝事業 可是費真林想不行啊 因為那時候張飛 費玉清 都蓄勢待發的時候 她如果退出演藝圈的話 那我這兩個弟弟怎麼辦 所以她那時候真的是忍痛 切斷了這段感情 其實真正最讓費真林傷心的呢 就是在她那時候 二十幾年前那個時候 她那時候賺了很多錢 她說她每天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把自己弄得漂漂亮 頭髮吹得好好的 指甲修得好好的 然後呢 睡到中午起來 看看菜不好 去外面吃 下午就打麻將 就過這種非常奢華 五光十色的生活 那當然 那時候很多公子哥兒追求 比如說 她在台上作秀 台下有一個客人講說 費真林 你下來餵我 你餵我吃一口東西 我給你五十萬 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耶 費真林一餵五十萬 真的就拿到手 她還真的去餵 她真的去餵 她很會賺錢 等一下 你是有需要懷疑嗎 五十萬 她是說 真的去餵 真的去餵 然後真的 你賺錢嘛 我只餵你吃一口五十萬 何樂不為 然後那個時候 她賺非常多的錢 非常多錢 那時候非常流行秀場 大家就二十幾年前 秀場非常流行 那費真林想說 好 她那時候認識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 因為感情好就叫老公 然後那個所謂的男朋友 老公呢 就講說 那我們倆一起合作 投資一個 開一個秀場 大家可以賺錢 那費真林想說 好啊好啊 這也是我擅長的 就一起投資 可是呢 那時候西餐廳慢慢沒落 請了很多大牌來呢 你票賣不出去 生意不好 你割心這些藝人的錢 你要照付 然後這個男的貼了很多錢之後呢 那很多都是費真林的好朋友 比如說像蛙啦 比如說像誰誰誰 那問題是你來做秀 我們這麼好的朋友 我還是要給你錢 然後這男的呢 沒有錢 費真林就貼一下 今天找郭靖淳來做秀 做一做 可是生意不好 那可是郭靖淳錢我還要給 結果費真林看不下去 那我跟郭靖淳這麼好的朋友 好吧我貼好了 然後這個貼貼貼 貼到後來 你知道費真林賠了多少錢嗎 三千萬 二十幾年前三千萬 你知道有多少錢啊 那個真的很多的錢 那費真林 然後呢 這個男的呢 然後就完全就不認為說 是費真林借我的錢 或給我的錢 他認為說我們倆交好投資 那也是你心甘情願的 哇費真林整個人非常的傷心 當然錢賠了 感情也跟著一點一滴都賠光了 賠光之後 然後費真林有一天就去 那時候就覺得很難過說 我大半輩子辛苦到現在 兩個弟弟拉拔長大喔 爸爸媽媽 那時候媽媽還在 那我所謂何來 那時候很難過在家裡 那有一天晚上費玉清 就看這個費真林喔 睡不著覺 他說姐我帶你出去走一走好了 其實費真林會出家 跟費玉清有很大的關係 那費 小哥又講說 那我帶你到戲子的一個山上 去走一走好了 是 散散心 費真林說好 然後呢 費玉清就開始到戲子的一個寺廟裡面去 那費真林進去一看 哇 那個寺廟的正廳 有個好大好大的一個水缸 那費真林講說 這是水缸是幹什麼的 原來是有一個和尚的肉身在那裡 他們好像說過了幾年之後 這個水缸要敲開來 結果那個肉身真的是沒有壞 一點一滴都沒有受損 徐徐如生 那費真林在那時突然之間 對我悟了 其實他小時候就有慧根子 只是還沒有開智慧長見識 所以當他一看他突然之間覺得說 那我過去這些榮華富貴 我賺了這麼多錢 被這些男人騙財的也好 騙色的也好 弄到現在後來 連我兩個弟弟賺那麼多錢 都不敢給我太多 為什麼 怕我又被騙 那我弄到這樣子 我所謂何來 我真是白忙一場 哎呀 我是有使命的 我還在這裡幹什麼 真的就從那個時候開始起 他就決定說 我要退出演藝圈了 所以他就到美國去剃渡 但是更妙的是 他後來當了這個所謂的 尼姑法師之後 大家知道他有很多的爭議 那比如說那時候他剛開始出家 那時候掛單 到那個戲子寺廟去掛單的時候 人家那個修行的地方都是生活得很簡單嘛 好不容易有一間套房 人家想說 你是個大哥心 剛入門 好 我就將就你 讓你住好了 他小姐去看 蛤 就一個木板單人床 什麼都沒有 他就立刻叫人家裝潢師不來 把寺廟裡面那個箱寶鋪上地毯 然後重新裝潢 然後在那個房間裡面 弄了冷氣 弄了電視機 弄了錄影機 弄了電冰箱 本來他都出家 全部昏倒了 他就講說那時候是這樣 到後來大家知道 他所謂的橫術法師的時候 有所謂佛教的F4 四個帥哥跟著他嘛 他講說那真的都是男弟子 那然後那時候他也是上一個節目 接受訪問的時候 很可愛 那然後主持人就問他說 那你以前喜歡這麼多帥哥 談過這麼多戀愛 那你現在如果看到這個 同樣也是帥的和尚 你會不會動心這樣 然後費正希就講說 現在橫術法師 他想說 我喜歡的多看兩眼嘛 那如果在一起的話 兩個光頭搞在一起 不是很噁心嗎 他現在還唱KTV 他還跟他弟子唱KTV KTV沒有佛歌你怎麼唱 他沒人想我唱熱情的沙漠 蛤 出家人唱熱情的沙漠 對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是是是 很可愛喔 所以說這個情傷 頓入空門到底是 智慧呢 還是很慘 應該是 真的 不知道喔 是 這邊來請教尤輔老師 什麼樣守面向的女人 她一旦受到情傷之後 就真的很難再打開心防了 就是用女人的長相來看 真的過不了情觀的啦 是是是 而且這個傷口 就合不起來 好不起來了 是 好我把它列出四種 我們常比較知道的特徵 那從這邊難打開 就難打開心防的指數呢 60%的開始講起 越來就越高了 好 那麼首先第一項 這次算是典型的 就是女人打開 就遇到受傷 打開不了心防的 就是她的 印堂避鎖 什麼叫印堂 就是兩個眉毛之間 也叫命功 那麼這個命功 代表一個人的心胸 我們的臉跟身體 可以做互相對應嘛 它那地方就是心胸 你說那個避鎖 避鎖不一定要成很多雜毛啦 這個太近也叫避鎖 太近就是說 通常我們標準 自己的手指 一直拌就可以 如果不到一直拌 就算是太窄了 就是把你的心胸整個關掉了 然後剛才我看一下路遥 好像是比較近了一點 因為沒有本人去量 不敢講 如果一直拌以內 就算是太近了 就算是已經印堂 或者命功關起來了 打開不了心防 那有的時候 因為實在是心情不好 每天就這樣子鎖起來 對 有勒嘛 有勒有勒 兩個眉頭都鎖在裡面 對啊 不會啊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種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看眼睛 眼睛出口呢 他已經是大人了 但是眼白還是戴著一點藍藍 不必這麼藍 戴到一點點的藍就算了 就是他baby blue那種 對 小孩才有 對 我們小孩子才會有藍 為什麼大人還藍 表示他的身心還沒有成熟 這種受傷感情的事情 是大人的事情 他雖然人是大人 但是他的身心 心智 心智還沒有辦法處理大人的事情 那很痛 所以我天天講說 英文講用這個藍代表就是憂鬱嘛 據說好像從這個典故過來 是 就是小女人呢 長大了眼睛還是帶點藍的話 就是帶點憂鬱 那個憂鬱就化不開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句話 對 好 再來我們講越來越高的了 好 這種人我就不容易觀察到 因為他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如果是女人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夜不閉幕 就是一般人睡覺眼睛是要避開的 但是真的這個人比例還不少 他晚上睡覺眼睛當然不是很大張開 這略略的張開的就算了 那為什麼他晚上都還不休息呢 他有很多的道理 例如說他可能脾障不好 或者說這個女人嫉妒性特別強 或者說應該放下了 他放不下還開著 應該放下了休息了嘛 事情就算了算了 過掉就過掉了 他過不去 他一直還是在他的圈子裡面 在象牙塔裡面這樣繞這樣繞 鑽不出來 就打開不了心房 晚上這個眼睛睡覺眼睛還開著的 好 最後一項很少 這個比較常看到 但是這個很少看到 但是這個如果一旦有的話 它真的是指數最高 我把它累到90%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耳朵的耳垂 要耳朵的垂 一般是朝前 是 一般一定是朝前 不能就直接朝下 但是有些人就我剛講很少 略略會朝後 往後去的 正常是要往前 就是很少 就感覺他的耳垂怎麼會略略往後 首先這種呢 他第一個問題就是 床上的生活是不和諧的 就是這種的女人 她耳朵是這樣的話 她的跟她的先生跟她的男朋友 在床上一定是不 就是沒有辦法很融洽的 這是指性生活 但是在心態方面是 她一旦被男人甩掉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她會關起門來 罵天罵地 怨天尤人 老天都對不起她 什麼事情就發不出去 但是樂器也氣沒有用 她是關起來自己氣的 所以我把它列到最高最高分 就是屬於這樣的長相 好 給各位做參考囉 來來來 我休息一下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 來來來 接下來問一下文婉 就是演藝區有哪些情侶分手的時候 男方很絕情的 對 我覺得最傷 其實女孩子應該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我們看這麼多嘛 你可能不要覺得可以長長久久 你可能就是這個男的的過客 可是我們站在旁邊看 有時候真的很不忍 這個女朋友應該說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 她跟這一個男藝人是在一起的 這男藝人她自己也做了一些 那時候也製作 也是一個製作人 那也製作了很多的節目這樣子 也就是做的感覺煞油介紹 那時候真的是如火如荼 那先講 我其實今天就你要講 那個女生 我那時候認識她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好特別 就是她可能在很多節目當中 比方我去錄影 這個女生怎麼那麼醜吧 自己弄得好醜喔 比方說她可能會扮成那種豬八戒啊 然後或者是那種 哇很男性化 然後在那邊踢個併腳 然後講話非常的粗俗 然後動作非常的粗魯 然後我想說 她是不是那五百塊的那種靈演 那時候其實對她的認知 認知是這樣子的 後來幾次一次兩次 然後次數多了之後 思佳後來就熟嘛 就跟她聊起來 才知道說 原來她是這個男藝人的女朋友 而且那時候 男製作人的女朋友 對也是男藝人的女朋友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她後來她才跟我講說 她們大概已經 那時候已經交往大概四五年了 那我說 那一般如果說 那樣子來講 應該就是老闆娘了嘛 對 對 如果以她那時候的格局這樣 你為什麼自己弄得那麼醜 女生都希望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她就說 其實她並不在乎耶 她的想法是 其實她希望說 可以陪在她這個男朋友身邊 幫她把事業做大 然後呢 只要是找不到人的部分 人家不願意的部分 都她來 而且她不用錢嘛 她不用錢 所以你看是不是 一舉數得 對她來講是這樣 然後呢 就要慢慢慢慢的 其實呢 就發現說 她們的這個事業 其實有越來越好的跡象 可是這個都 這個都不是重點 因為其實節目有好有壞 有時候收視率好就好 有時候說關就關嘛 可是我這個女朋友一直覺得說 這個都不是重點 她一碗泡麵她還可以吃飽啊 她說常常其實有時候 每個月要發薪水 然後發現說那個錢不夠的時候 她都好著急耶 她其實會用 就偷偷的 她可能去家裡面 跟媽媽講說 媽媽妳可不可以借給我 借給我20萬 讓我周轉一下 我下個月看怎麼樣 我馬上還妳 然後或者是去自己 用自己的那個信 去找那個銀行信貸 她就是這樣 她是竭盡所能 讓她的男朋友 無後顧之憂 可是她心裡想的是什麼 你看喔 我剛剛講說 到最後衝擊掉 妳只是個過客嘛 可是那時候是覺得說 我要跟你長長長久久 我是妳的老婆 我要幫妳打點的很好很好睡的東西 好啦 這樣子再過了三年之後 她覺得說我們兩個應該要有一個窩 因為她們那時候其實剛開始就是很客禽客減 然後在新北市那邊租了一個小小的公寓 然後可是她 反正我跟妳講 這個女生真的很刻苦耐老 她覺得都沒有關係 後來有一點點錢之後 她就覺得說 老公我們要 也是感情好 都叫老公 老公我們要在台北市 我們要搬一個大一點的房子 然後地段好一點的 我們一起 妳知道嗎 她告訴我說她把 她請她所能 親戚朋友什麼的 包括這個 這個男朋友當然也有一點錢嘛 全部湊起來之後 買了台北市的那個房子 那時候那個房子 那個房子那時候要兩千多萬 可是呢 當然貸款就佔大部分嘛 是 可是她覺得沒關係 你看女孩子笨了之後就 什麼都沒關係 好啦 可是搬到那個房子之後 她發現這個老公 這個男朋友變了 因為長長好奇怪喔 她手機關機 然後不然就突然間夜不歸營 然後呢 這個 就是她的行機啊 開始呢交代的不清楚 後來她就覺得 好奇怪喔 而且是一連就三天 一個禮拜都不見 不見人影就對了 後來她慢慢覺得說 應該是有別人了 應該是有別人了 所以呢她就趁著有一天呢 她終於回來的時候 那個她男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她就偷偷去看她的手機 哇一看不得了 她有別人了 就裡面就是她跟一個女孩子 哇那種很親密的對話 然後就說 那個女生跟她講說 妳什麼時候要娶我啊 然後什麼之類 就是已經談到 妳什麼時候要娶我了 那就不得了了 她覺得她無法接受嘛 因為那個是她的窩 她覺得已經被破壞掉了 後來她說有一天 那天她真的受不了 她就衝到廚房去 她真的拿了刀耶 拿了菜刀 對她覺得她要跟她玉石俱焚 可是那時候 那個男的真的很決心 就跟她講說 沒關係啊妳砍了我 妳砍了我 妳也得不到我啊 就這麼簡單啊 妳覺得 妳覺得我 妳跟我在一起到底要什麼嗎 妳得不到我的心啊 妳要我這個軀殼也沒有用啊 後來決心到什麼程度 因為女孩子我就碰到那個狀況 等於是抓到了嘛 一定沒有辦法控制的 可是那個男的從此之後不回來了 然後他們之後就開始 哇 就是等於是 好像貓桌佬 就是那種疊對疊 就完全那個男的就跑給她追 到最後我覺得最絕情的部分 那個男的告訴她說 我要把房子賣掉了 請妳搬走 她用那麼多人 她叫她說請妳搬走 然後那女的講說 欸這是我親朋好友 我自己的積蓄什麼 妳是不是叫我搬走 她說我就請妳搬走 而且因為那個名 那個房子是我的名字 妳走吧 好狠喔 對 然後那女生想說 哇那房子裡面 從沙發到床到床單 就是我一手打點啊 她說妳就走就對了 結果後來她就很傷心欲絕嘛 可是我覺得最可惡是什麼 後來她那個女生前腳走 因為很傷心嘛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冷靜一下 她在前腳走 後腳另外一個女生進去了 就搬進去了 對那個女生就搬進去了 然後再來最慘的是什麼 後來那個房產是 另外一個女人跟這個她的 所謂的老公一起把它處理掉 然後呢一起到另外一個波去 她真的什麼都沒有 她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而且最可怕的是 確定嗎 她沒有把當初她出的錢那一份 收回去 據我了解是沒有 據我了解 因為貸款佔大部分啦 可是大家都知道 那個投機款對一個女孩子 從頭到尾跟你這樣聽 沒有耶 沒有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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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還 沒有還 最可憐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最殘酷是 後來她們見面是什麼 她們見面是在另外一個場合 然後那個場合呢很妙 我剛好跟她的這個前女友 結果我說我這個女朋友 我們是一起上一個節目的 結果下一場 我們結束之後 下一場就碰到了她的男朋友 帶著她的新女朋友已經在身邊了 知道那個感覺嗎 很痛耶 她們有碰到面 有碰到面 然後當下就整個 哇那個絲目相見 是很緊張的 那我們強調今天一個氛圍就是 真的只見舊人哭 就是真的新人 真的新人在笑 那妳的這個女朋友 這個舊人這麼多年 都沒她消息 她現在在幹嘛 我知道是她真的幾乎也是 就是整個隱身在那個 南部的鄉下了 她覺得她沒有辦法見人 因為後來其實這個事情 大家眾所周知嘛 那後來她的男人 好像感覺各方面 不管公司都很張揚嘛 大家都知道嘛 那妳覺得她 她的位置真的是比較難 我覺得 再來講 那太傷心了啦 是 對啊 玉佩老師 趕快幫我們分析 到底是什麼樣 只會命格的男人 很無情 我分作三種無情 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所以呢趕快把你 男人的面盤拿出來 對對看我們要看的是命公 看妳的男人有沒有上榜 那我們第一個呢 叫做她的無情是因為來自於她 喜心厭舊 如果男生的 面盤的命公 做到了第一個組合叫做 破君加紫薇 或是說破君加連真 記住一定要兩顆心同工 如果她單獨的只有破君不算 單獨的有紫薇不算 單獨的有連真不算 因為這兩種組合的男人 他們的個性就是很喜歡追求新鮮刺激 她永遠都定不下來 你要她把她的注意力 把她的心放在一個女人的身上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喜歡變化性的生活 而且她很怕被綁著死死的 所以她如果身邊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長得很好看 很刺激的一個女生 她馬上就會把舊有的給刪除掉 而且她說變就變 讓這個女生根本就來不及議會過來 明明妳會覺得她昨天還在跟我講 我是她一生中的唯一 為什麼她今天就跟我講 我對妳已經沒有感覺了 總之這兩個組合的男人 他們對感情就是 他對妳失去興趣的時候 也就意味著妳被打入冷宮 或是妳走進歷史了 所以以前她對妳說的情愛愛 全部都一筆勾銷了 所以她是來自於這方面的無情 那麼第二個無情呢 是因為她賢平愛護 這個是男生的命供如果有 連真加天賦要同時存在 或是說呢 子威加天賦 那單獨只有天賦是不行的 好 那連真加天賦呢 這個叫做賺錢桃花 也就是說這個男人喔 他在喜歡一個異性的時候 他不完全是以愛為出發點喔 他一定要人才兩得 他要看妳有沒有錢 他才會下感情 那麼子威加天賦的男人呢 他是看高不看低喔 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 能夠讓她少奮鬥二十年喔 哇塞 她會基於經濟效益的考量 哪怕她身邊這個女生 已經陪了她很多年了 甚至於已經都結婚了喔 她都可以 她不惜當一個現代的陳世美 她寧可背上罵名 她也不要放掉她的 現有的一個賺錢的一個機會 總之啦 這個賢平愛護 她是以兩個圖為考量 第一個就是跟這個女人有前途 有金錢的前途 第二個再不然就是這個女人能帶給她 事業上的前途 讓她飛上枝頭 那只要有其中的一個圖的話 她是可以叫做揮箭斬舊錢 她是毫不眷戀的喔 所以導演哥 就是餵一口飯五十萬 洗個腳三十萬 這種錢妳願意嗎 因為妳剛才對公有聯爭 妳還奔 沒有想到妳的行情先摸摸 不然還說如果有倒酒她帶著 有需要這個服務的時候 妳覺得變臉 我就會PASS給妳 澄清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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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 但是對公有聯爭 這樣子有眾嗎 好啦 以命功為主啦 對啊 好啊 妳就澄清了 謝謝 好我們來看第三個 吳琴 是因為他來自於分聯吳琴 也就是說把六親不認 命功呢 如果有請揚加火星 一定要有請揚火星 如果只有請揚 或是單獨只有火星不算 或是說請揚加匪連 單獨只有匪連也不算 那麼她的翻臉無情呢 我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個是對於感情的翻臉無情 也就是說她如果跟情人分手了 她一旦分手之後呢 她就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再 沒有必要再 就連朋友也不必要 對 我連朋友都不跟你做了 就算在路上遇到 那種表情 冷酷的表情 就好像根本都沒有 根本就不認識你 更何況說你們曾經愛過 所以那種冷酷的表情 會讓人很心寒 那麼對人對事來講的話 這個組合的男人 他們其實他的報復心 他的仇恨心很強 你千萬不要讓他 產生對你有怨恨 你更不要跟他 有利益上的瓜葛 當有怨恨有利益上的瓜葛 人家說君子報仇三年不完 他不會等那麼久的 他是立刻就要報仇的 哪怕你今天是他的家人 他的傾廷 你跟他有手足之情 他的手法都是一樣的 那這些組合的男生 他們在脾氣上面是非常火爆的 這個講話是毫不留情念的 非常的絕情 說他們是六親不認識 真的是 是沒錯的 但是唯一可以化解這三個無情的 在命功中 如果出現了這一顆心 什麼? 潔空 我們剛剛說了他喜心厭舊 說他賢品愛富 說他翻臉無情 好 唯一可以化解他賢品愛富 他翻臉無情 他喜心厭舊 只要裡面有潔空 這個無情就破掉了 好 所以如果你的男生命功 是這個組合 但是有潔空的話 你算是鬆了一口氣 好 好 好 來 休息一下這段廣告 回來之後 從星座告訴你什麼樣的人 一發達了 就變了 好 來 接下來問盛美 說演藝圈也有那種 人一紅 就立刻換對象 不是也有 大部分 你怎麼這樣 那是政治圈比較多 還是演藝圈比較多 哪個圈都有 你不覺得嗎 對 是啊 當然 商業界的更是 更多 更是 可是演藝圈這幾年有一個風向 就是男偶像特別多 那這些男偶像 看上去都是花美男 誰可以勝出 有的時候就靠他要博上位 所以男藝人也這樣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故事呢 確定很多男藝人 有一樣的模式 你去想想都是 這個男藝人呢 他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因為我那時候主持一個 網絡廣播節目 他有來 然後我覺得這個男藝人呢 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 帥 或者是 高 很高 然後眼前